2022新北三枝脚白笋节 周末两天在三枝的芝兰公园热闹登场了 新北市农业局长李文 颁奖给今年脚白笋品质竞赛成绩优异的农友们 今年参赛的脚白笋除了甜度高达7.5度 其中分组竞赛的拨白组冠军 更是由王沛旁拿下了 充分展现新北农村女力的优异的农事实力 2022三枝脚白笋节 上周六日于三枝区自然公园热闹登场 由新北市农业局长李文主持 并于活动场上颁奖给脚白笋品质竞赛成绩优异的农友 今年竞赛的亮点除了脚白笋的甜度高达7.5度 其中分组竞赛的拨白组冠军 更由王沛旁拿下 充分展现新北农村女力的优异农事实力 我们三枝区的脚白笋 最重要点除了大家常见之外 青咳肿之外还有赤咳肿 它是有红红 它是表皮有一点红红的 它的脂干特别的大 最重要点今年度 我们的甜度 最高的甜醋达到7.5度 这是一个破有史以来的季度 所以大家一定要来品尝 全台湾最好的三枝的脚白笋 而且这个脚白笋已经进入米其林餐厅了 一定不能错过 那过去我们也曾经做差异化的分析 三枝甲白笋 去年以前都多其他产地大概1.5度 那今年的甜度更高 今年我们的甜度测到7.5度 7.5度 6度以上占90% 所以今年的甲白笋的品质特别特别的好 希望我们消费者看到这个讯息之后 能够掌握机会 因为三枝的甲白笋是限量的 新北市甲白笋产地多分布于三枝石门金山及淡水一带 其中又以三枝最为出名 土壤肥沃加上来自阳明山系的纯净水枝 造就了枝枝鲜肠脆甜的甲白笋 此外搭配新兴的景点三枝海上平台 甲白笋节当天自然公园还有货柜市集开幕 邀请民众趁着甲白笋产季来到三枝 不仅能够尝到鲜笋 更加还可以一游山海美景 好吃又好玩 最重要一点呢 在吃的甲白笋呢 就要好吃又好玩 我们见到三枝呢 有见全台湾呢 最知名的海上观景平台 然后呢 吹着海风呢 吃的甲白笋呢 不敢是白天 到了晚上呢 再到我们的青春山海线 三枝啊 各地的沿岸呢 听听海风呢 喝杯咖啡呢 是一个最惬意的一个夜晚 请大家一定要把握时间赶快来三枝 新成立的自然市集的 自然市集的摊位 有六个摊位 那也谢谢农业局能够补助 指引我们把自然公园做一个很好的整理 所以今天我们特别是在自然公园来办 这个搅拌也是第一次 那除了有漂亮的海上平台之外 那公园整理我们也 在地的很多小农 以及我们的 还有我们的特色产品都会在今天 我们的摊集区里面来展售 那欢迎市民朋友能够有夜来 来这边历领 连续两天的活动会场 不仅设置骄傲市集 邀请在地的农友及摊商贩售新鲜 现材的脚白笋与脚白笋料理 还有各式的文创手作小物等商品 同时常设的货会市集 搭配活动开幕 精选六家在地小吃咖啡等特色店家进驻 要将三支美味带给大家 而三支区公所也邀请喜爱脚白笋的民众 不妨趁着产季来一趟三支的美食之旅 就交平台三支采访报道